上次我们没有比较高低 这次继续啊 比就比 谁怕谁 这次轮到我出招了吧 孔七啊 众所周知 你羽族皆有翅膀 但是你却在成人礼上 屡次落伴 连翅膀都长不出 那今日 我就送你一双翅膀如何 小翅膀 死他 宜人太善 打不过我 让姑奶奶来帮你还手啊 瞅瞅你那副德行 我劝你还是不要来参加成人礼了 只会丢人现眼 我劝你 大加伙说 是不是啊 是 是 是 你找死是吧 是你找死吧 怎么 你斯桐仗着是乌银的徒弟 就成了百灵潭的小霸卧 没人智得了你了是不是 那我还是春瑶的徒弟呢 你信不信我用一根手指 就能让你的命没了 那你信不信 你动我一根小拇指 你的小命才没了呢 行 拿春瑶党挡箭牌是吧 一群孬种 好 既然如此 我们打个赌如何 无论是我或者是孔妻 我们两个若是通过了成人礼 从此以后 你见着孔妻就叫爹爹 见着我和小山叫孤奶奶 行不行啊 好啊 那若是你们输了 以后见了我 叫我司童大爷 啊 汉生 你要参加成人礼啊 没错 见识让你们看看 我真正的实力